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聞今日談 我是陳書婉 在今天的節目當中 我們要關注 從中國雲南出發 遷移的大象天團 英和受到了中外媒體的高度關注 又帶出了哪些現象觀察呢 另外也要聚焦 中國正在審議討論中的 反外國制裁法草案 先為您介紹 今天的評論員是鄭浩先生 歡迎鄭先生 舒婉你好 我剛剛用了大象天團形容 這確實連日來受到了 很大的一個話題關注 這個部分呢 甚至受到外國媒體連日來 很多熱議正面報導 這個部分為何會引起 這麼大的一個聚焦 又帶出了哪些現象 對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話題 因為本身這個大象 失誤之大象 野生大象 居然呢離開了自己生活熟悉的環境 然後呢北上啊 走了將近600公里了 一路好吃 好睡 還好玩 那麼引起了內地的媒體 國際上的媒體的高度的一個證實 首先呢這個事情呢 確實是非常有非常獨特的一件事 因為從我的個人的成長經歷來的 我還是第一次聽說有這麼多的象 那麼離家出走 然後呢就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找到回家的路 這個事情本身就很有趣了 當然它是一個軟性新聞 但是呢我們在報導和觀察 這個新聞事件的過程當中 我們想了很多的一些問題 而且甚至於跟中國提升 自己的國際傳播的能力 這方面都有相應的一個關係 這個呢我們稍後再談 首先這個事情呢是在4月15號 那麼有15隻大象 離開了西雙板納 野生環境保護區 然後呢就開始一路的北上 那中間呢還有一些小插曲 那細節我不講了 因為觀眾朋友比我還熟悉 那麼這個事情呢 一直受到了雲南 包括雲南當地 以及國家級的媒體的 高度的一個重視 連日來 這已經是多少天呢 從4月15號到現在 快小一個月了 那麼不停地通過這個媒體 通過社會的媒介 那麼大肆地進行報道 而且呢是立體式報道 有天上的跟踪 有地下的這個隨訪 總而言之是非常的熱鬧 那麼這裡面呢 引出了幾個 非常有趣的一個話題 一個呢就是 從科學的角度來講 為什麼15隻野生大象 離開了他們的野生地 那麼野生區進入到了人 人生地帶 進入了這個人區 這是一個謎團 到目前為止呢 科學家有不同的一些說法 當然科學家他們是通過 對野生大象的生活的習性 地理的環境 以及環境的一些變化 包括氣候變化 地次變化 各個不同的角度開始解讀 但是到目前為止 沒有一個統一的 結論性的一個結果 所以呢大家仍然在揣測 大象為什麼出走 這是從科學的角度 來分析大象出走的原因 第二一個角度呢 當然我覺得更有趣的 從我們一般老百姓的角度來看 就是這件事情反映出了什麼 本身大家都喜愛大象 大象的那種寒居 那個不急不躁 慢悠悠 非常悠揚的一路走 一路吃一路睡 而且還有小象 生了一個小象來保護了一個小象 那麼一頭公象 還離開了這個象群一度 那麼所以呢整個這個過程 經過跟踪實時的 這樣一個報導 讓所有的受眾 都在非常津津樂道 大象的這些行為 同時呢也關注 我們中國內地的環境保護 野生動物的保護 究竟是做到了怎樣的一個程度 有了什麼樣的一些變化 通過影像 通過專家的一個評論 也通過實時的這樣一個報導 很多的 太多的 國內的受眾 都在考慮這樣的一個事情 那麼第三個更加有趣 就是外國媒體 西方媒體 主流媒體 而且是像華爾街時報啊 華盛頓郵報啊 CNN啊 包括這個日本放送NHK 包括BBC 也都在做實時的報導 大量的報導 充斥他們的版面 音頻 而且呢 我發現啊 非常有趣的就是 這將近一個多 不到一個月 就是快一個多月的 這個實時的報導 西方媒體非常罕見的 給予了正面的一個報導 無論是評論 還是新聞的報導 都是非常的溫馨 而且的溫和 而且很正面 為什麼呢 因為這件事情本身 它反映出來就是中國 無論是雲南省當地的政府 還是國家 還是中央政府 對這個事情非常的重視 那麼從保護野生動物 保護野生的環境 如何來 因為這個大象的突然的出走 來保障當地民眾的生命的安全 如何來維護 這個當地的社會的穩定 秩序的穩定 特別是現在又是高考的時候 一連串的這些報導 西方媒體都給予高度的評價 我說的高度的評價 我們可以看NHK的連續的報導 就可以看出來 NHK的這個報導呢 不僅電視報導 而且它的官方網站 也推出了很多的一些 報導的畫面和評論 很多的這個日本的 頂級的野生動物的學家 都說中國因為中國的環境 保護得好 因為對野生動物的 這種高度重視 所以呢 我們看到這些大象悠哉悠哉的 它用旅遊這樣一個詞 漫遊這樣一個詞來形容 就是當地的民眾 有非常高的一種 保護野生動物的 這樣的一個覺悟 不去打擾他們 不去妨礙他們 而且呢 聽從地方政府的一些指引 也不去主動地接近他們 而是呢 以觀察者的身份 來觀看大象的 這樣一個遠形 所以呢 他們認為中國政府在幾十年來 提高民眾的保護環境 保護野生動物這方面 已經取得了相當的一個成就 通過這樣的一個事情 一個實力 就反映出來中國在這個方面 已經大大的改進了 保護野生動物實際上呢 它是世界的一個共識 因為野生動物有它自然的屬性 有它自然的生存的一個空間 應該不去打擾它們 但是在過去呢 我們看到因為缺乏這方面的教育 實際上呢 野生動物在內地也有不少 受到了一些侵害 這也是一個事實 但是 那麼經過這幾十年 一個說服教育 民眾對保護自然環境 保護野生動物的覺悟 已經是大為提高 所以這個呢 也反映出了這樣一個問題 所以這一次呢 特別是官民合作 真的是在這件事情上 體現了相當大的一個優勢 您剛剛前面也點到一點 就是在國際傳播的這個效應上 包括像這一次 更是一個非常好的時機 在國際界說好中國故事 對 從我們做媒體的這個 媒體工作者的角度 怎麼樣看這個問題 那我必須要呢 就是引述一下 就是在5月31號 習近平總書記參加 中央政治局第30次 集體學習的時候呢 專門就圍繞如何加強 提升中國的國際傳播能力 能力建設這個話題 做了專門的一個討論 和集體的學習 那麼習近平總書記 發表了重要的講話 那麼這個呢 已經在七天前的 已經是廣為報導 在他的講話當中呢 主要是提到了啊 現在啊 面臨著中國的面臨的 這國際輿論的形勢 是非常嚴峻啊 因為是百年未遇的 一個大變局嘛 各種變化還在進步的深化 而一些啊 西方的主流的媒體啊 對中國的一些抹黑 造謠攻擊啊 利用中國的一些所謂的啊 一些內部的一些問題啊 大肆地進行這個抹黑啊 甚至於對這個中國的 社會制度 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也提出了質疑和批評啊 抹黑 那麼面對這樣一種壓力 我們如何來改進 提升我們的國際傳播能力啊 那麼在內地叫做大外宣這個工作 那麼我個人覺得呢就是 習近平總書記這個講話呢 實際上他是已經提出了 要改進 提升中國大外宣的工作 已經發出了這樣一個號召了 後面呢 後續的工作怎麼樣去做 我們也在關注 但是呢大象前移這個故事 特別是從西方媒體的反應來看 為我們呢提出了這樣幾個 非常值得思考的問題 要講好中國的故事 發出中國的聲音 其實呢最應該的還是從我們自身來做起 西方媒體嘴巴長在人家的身上 他怎麼樣去講 我們恐怕也很難做到 完全控制西方的輿論工具 但關鍵是我們如何來提高 我們自身的這樣的一個宣傳和講故事的能力 西面總書記提到了五個力 影響力 說服力 感召力 親和力 還有一個引導力 如果我們能夠在這五個力上 發揮我們的特長 能夠改進 提升這五個力 那實際上呢 中國的故事 中國的聲音就能夠講好 要做到這個五個力 我們從自身的工作的改進來看 我覺得有兩點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通過大象出走這件事實上反映出來 第一個呢 就是我們必須要有更加透明的 這樣的一個信息的過程 無論是決策還是信息 要更加的透明 你越透明 那麼國際輿論就越能夠看透 看清 看準中國的事情 你越藏著 蓋著 實際上也會引起人家的誤解 甚至於蓄意的造謠 污蔑 抹黑 因此呢 從我們自己來講 如果我們的決策的程序 我們的宣傳報導的過程 更加的透明 更加的真實的話 國際社會那些蓄意造謠的人 他們是沒有視察的 因為通過我們自己的媒體 通過我們自己的大外宣 各種平台 無論是印刷 報紙 電視 多媒體 各種平台 各種媒體 如實的報導 透明的報導 即時準確的報導 西方的那些想要造謠的人 或是想要造謠的媒體 它也是站不住腳的 所以呢 越透明 對我們講好中國的故事 發出中國的聲音 就越有利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如果我們自己的輿論廠 寬鬆度越大 越自由越寬鬆 那麼實際上 對外發布信息的渠道 越暢順 西方媒體也越難攻擊你 抹黑你 造謠你 這一點的話呢 我相信呢 中央會有具體的部署 會有相對的一些政策出台 總而言之 就是輿論的這種寬鬆 對報導的真實性 非常的重要 當然這個寬鬆 並不是沒有原則的寬鬆 並不是說允許所有的人 所有的媒介 都按自己的意識 按自己的意志來發聲 對吧 還是要有一個原則 西方媒體也是有原則的 涉及到國家的利益 涉及到國家的安全 涉及到一些重大的 政治上的問題 當然有一個把關的問題 但是呢 更多的時候 其實呢 我們更需要一個寬鬆的 愉快的 這樣一個輿論環境 那麼這個環境 我們看啊 大象出走這件事情 不光是地方媒體 國家媒體來報導 很多的民間的媒體 更多的是民間的媒體 予以了非常廣泛 有趣的報導 而且有些很有意思的一些 無論是解說 調侃 那麼反映出來民眾 對這樣一個新鮮的事物的 一種追求 一種非常喜歡的 這樣的一種感覺 這樣的一個輿論場 我們不必去說三道四 我們不必去過嚴的 去加以限制 因為民眾需要一點 來談自己 對某一件事情的感受的 這樣一個輿論場 輿論空間 這個空間越大 越寬鬆 其實外國媒體 它也越難以 來污衊中國的百姓 來污衊中國的社會制度 對吧 你越是越緊 什麼都管 什麼都批 什麼都限制 其實呢 西方媒體就覺得 啊 你是沒有言論自由 總而言之 它就會恒加指責 來扣上很多的一些帽子 其實我們國內都知道 我們的媒體的輿論場 是非常寬鬆的 但關鍵是 如何更進一步地來放鬆 透明度 和輿論的這種寬鬆的 這種程度 對未來講好中國共識 我覺得呢 是兩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應該加以考慮 都說大象很聰明 這次的這個話題呢 相信人們 其實我們都在相群的身上 也學到了不少智慧 更重要的是 相信中外媒體持續關注 到底他們何時找到家 對 先謝謝鄭浩先生 在這個階段的點評 我們稍作休息 下節回來呢 則是要關注 反外國制裁法案 草案的相關探討 稍後見 歡迎回到新聞今日談 接著我們要關注 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 全體會議日前呢 聽取了有關 反外國制裁法草案的審議結果 你們相關的探討 繼續和評論員鄭浩先生 來做關注 有關於這個層面呢 您做了哪些觀察 對 上一節呢 我們講得比較輕鬆 大象出走 引來的一些 關於大外宣的一些思考 那這一節呢 我們講的話題就比較嚴肅了 而且呢 和我們香港特別行動區 有著直接的關係 在6月8號的時候 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 舉行第29次全體會議的時候 討論了七個立法草案 其中一個呢 就是反外國制裁法 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目前所面臨的一個形勢 非常地嚴峻 國際輿論 特別是西方的那些輿論 非常偏執地 對中國進行橫架的指責 而且呢 對中國的公司 個人 也以各種不實的名義 進行所謂的一個制裁 中國政府呢 堅決地反制 而且呢 也對 也相應地 也相應地 對一些國家的機構 公司和個人 進行了反制裁 但是呢 過去呢 我們會發現呢 中國在 整個的司法體系 立法系統裡面 缺少一個 反外國制裁法 那這是一個空白 因此呢 要把這個法 補齊 利用法 依據法 來合情 合理 合法的 對外國的 那些政客 那些輿論 進行反制 進行反擊 所以呢 這個法呢 是非常重要 那麼關於這個法呢 目前呢 是已經 草例呢 已經是完成了 那現在是提交 全國人道常委會呢 來進行研究 然後呢 擇時就予公佈 一旦公佈以後 中國政府 就可以依據 反外國制裁法 來對特定的 那些機構 外國的機構 人 或者是公司 或者團體 來進行反制裁 當然 這裡面呢 是有一個分寸 就是如果你不制裁我 當然我也沒有必要 動用這個 反外國制裁法 來制裁你 所以這是以其人之聲 還其人之道 這樣一個 立善往來吧 對吧 所以呢 這個法是非常重要的 還有一點呢 就是 從最近這一段時間 特別是在過去的 四年以來 那麼我們看到 西方國家 加速了 加劇了 對中國的打壓的力度 從特朗普時期 到現在的拜登時期 絲毫了沒有所謂的 對中國的一個手軟吧 而且呢 還在不斷地 這個 在這方面 加劇對中國的攻擊 那麼 據我所知 那麼美國的國會的 一些議員 特別是共和黨籍的議員 也包括別的黨籍議員 他們還在討論 對中國的一些公司 進行制裁 剛剛前不久 有59個公司 被列入了黑名單 對吧 那麼現在 他們又加緊 對另外的一些公司 也準備要 加入到黑名單 予以制裁的 這樣一個議程上 隨著拜登提出 要和中國展開激烈的 市場競爭以來 那美國政府 和相當的一些部門機構 議員 都在考慮這方面 如何通過 這種所謂的長壁管轄 來打壓中國的公司 打壓中國的一些機構和個人 那麼這樣的話 我們必須要做好準備 備足我們的彈藥 合情合理合法的 予以反制 在這個部分 您剛剛也提到 這個部分 跟香港特別行政區 是有關係 因為近來 這個輿情在這裡也受到探討 對 之所以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聯 我在這裡面必須要說一個事實 就是在6月8號的時候 當時有一位非常出名的 港區的全國政協委員 常委 他還是常委 全國政協常委 何祝國先生 在香港的一家電台 公開的談論 2019年 立法風波 給香港社會造成了極大的一個動盪 法治遭到破壞 他談到這個事情 那麼蓄意的 他是有意識的 來批評香港特區政府和林鄭月娥本人 那麼他是在一個非常大家都知道的一個主持人 叫陶傑 陶傑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怎麼樣的一個背景 大家都很清楚了 那麼陶傑不斷地問他有關的這個問題 就是說他非常公開地來批評林鄭月娥 給香港就是帶來了 似乎帶來了苦難災難 因為外國制裁你個人 他說你 這你呢就是指的林鄭月娥 你自己受苦 但是你知道不知道 香港人民也因為你 堅持要修訂立法 那麼造成了外國集體的一個制裁 對香港人民造成很大的一個困難苦難 你自己知道不知道 他不斷地質問 而且呢他還挖苦林鄭月娥 說他是這個 一些話我就不重複了 那麼最重要的是呢 他還引述了一個未經證實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情況 他說呢 駐英國的一個大使 當然就指的是 當時就是劉曉明先生 劉曉明呢 當年呢是在當時2019年是駐 中國駐英國的大使 他說私下里 一年前劉曉明私下里跟我說 說這件事情啊 並不是中央的決定 而是林鄭月娥自己的一個決定 所以他說 你林鄭月娥知道不知道 因為你個人 所以聯絡了我們大家 那麼這是一個未經證實的一個消息 我相信劉曉明先生 也不會在私下里面 他作為一個高級的外交官 一個大使 來向一個 雖然何祝國先生是 港區的全國政協常委 但是呢 我相信他私下里也不會這樣說 當年你們香港特區 政府要修立 修訂條法律 是中央 不是中央的旨意 是林鄭月娥的旨意 不會這樣說的 所以呢這個 當然這是未經證實的一個消息了 因此呢 我覺得這個性質的惡劣 在什麼地方 一方面 他完全 不應該 按理說 他也是一個愛國愛港人士了吧 全國政協常委 不應該在一個公開的上海 來批評香港特區政府 修裂 因爲什麼呢 修裂當時是 當時是有這個客觀上的一個需要的 林鄭月娥女士 來提出這樣一個修裂 是因爲發生了很多的一些 跟刑事犯罪有關的事情 只不過他的初衷 香港特區政府的初衷 是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和團體利用了 他們歪去了這個事實 說修裂 那這樣的話 就以後香港人在内地 如果犯了錯誤的話 就要被引渡到内地去審判 大肆地污蔑歪曲 當時的修裂的初衷 於是乎 引起了社會上的一個動盪 而這個社會上的動盪 雖然看上去是和修裂是有關係 但是是因為那些別有用心的 反中亂港的人士 大肆地一個污蔑造謠 聳動市民上街 才造成了2019年的社會的一個暴亂 這個因果關係 難道何祝國先生不明白嗎 第二一點 你說香港受到了外國的制裁 這是一個事實 林中元俄本人也受到制裁 但是他犯了一個政治上的邏輯錯誤 外國制裁香港 這是粗暴地干涉中國內政 干涉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內政 這個不是因為修裂風波 而且因為他們本身就經常地來干涉 中國的內政和香港事務的內政 只不過是藉著修裂風波 那麼又通過了港區的 香港版的這個威護國家安全法 完善這個選舉制度 所以西方國家懷恨暫心 於是後就制裁中國 制裁香港特別行政區 包括林中元和女士 那麼這樣的一個因果關係 它是顛倒的 對吧 好像看上去是和修裂風波有關 但實際上修裂風波 修裂這個問題本身 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內部的事物 是中國的內部的事物 和你外國政府有什麼關係呢 你為什麼藉著這樣的一個風波 來制裁香港特別行政區 制裁內地的一些官員 和香港的很多的一些官員 包括林中元和女士呢 實際上他們就是要想藉這個事情 來進一步地 深度地來干涉中國的內政 和干涉香港的內政 要把香港搞亂 這個事情 何祝郭先生作為資深的一個政客 難道你看不清楚嗎 第三點 中央無論是全國人大常委會 中聯辦 港澳辦 多次地公開地私下地呼籲 香港的愛國 愛港人士 應該支持特區政府 支持林鄭月娥工作 那麼應該講團結 如果你有不同的看法 可以提出批評 可以的 但是不能用那種恶意的攻擊 恶意的諷刺 恶意的挑撥離間這種方式 來分化 分裂香港的官職團隊 這一點中央 港澳辦 中聯辦 一直在強調這一點 何祝郭先生難道你不清楚嗎 而且這不是何祝郭先生 第一次這樣的公開的 侮辱抨擊林鄭月娥 幾年以來 特別是最近的兩年 他不斷地在報紙上 發表署名的整版的套紅的聲明 來質疑攻擊林鄭月娥 甚至於把它說成是大魚 愚昧的魚 那麼她的聲明內容我不講了 但是自立行間透露著 她個人不僅是對林鄭月娥女士 本身的一個不滿 是對香港特區政府行政管理的不滿 作為一個港區的全國政協常委 愛國人士 你何祝郭先生難道不明白 你的屁股到底是坐在哪一方嗎 你不知道你的言論 會被香港的反中亂港的勢力利用嗎 我們也看到這兩天 6月8號 6月9號 今天香港的一些報紙 就大肆地做文章 哎 何祝郭你是全國政協常委 你說出這段話 你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政治上的風向標 對吧 而且最惡劣的是 他在昨天的電台講話的時候 還公開地把梁振英先生也搬出來 他說我跟梁山雖然有牙印 所謂牙印就是有矛盾 但是梁山他是一個有能力的人 你林鄭月娥是不是要繼續當特首呢 你看 這樣的一種用意 非常的惡劣 對吧 把梁振英先生搬出來 你什麼意思呢 難道在要香港特首選舉的時候 你要造一些事端嗎 對吧 那麼這樣的一種性質 從性質上來講 是非常令人氣憤的一件事情 對吧 我跟何先生並不認識 沒有個人的恩怨 我是只是對這件事情 不對他個人 何先生對香港的建設 對維護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也做出過很多的貢獻 這也是事實 但是從他昨天的言論 以及過去一系列的一些表現來看 我個人認為 他存在了一個嚴重的 政治上的一個偏見 立場和對特區政府的工作 對中央對特區政府的工作 有著自己一些思念和錯誤的一些想法 必須應該加以糾正 這是一些觀察 也謝謝張浩先生 今天所帶來的新聞今日談 感謝觀眾朋友們的收看 祝福大家都健康平安 再會